A3公网朋友,首先要把这块挡板给它拆掉 这两头都有螺丝,把螺丝伸掉 还有这个侧面的挡板 左侧和右侧的这两个挡板都要拆 这两个挡板都拆掉它 然后松掉这个支架的螺丝 这里有一颗,这里有一颗 这头也是有一个螺丝 这个位置一颗,然后这个位置一颗 把这些支架的螺丝松掉 这支架可以动了,把这个挡板稍微软后移 它上面是带有坦克量的,这个坦克量我刚才没弄掉 这个就可以这样子,要注意一下这个位置,这是像 不要幅度太大,把这些像弄断 稍微微往这样倾斜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三个螺丝下下来 这里一颗,这里一颗,还有这边 这三个螺丝下下来 这个螺丝要拆掉,拆掉之后 然后这里面也有一颗固定的 把这两个螺丝拆掉之后 那个铁片可以拿出来 这两个螺丝 三个螺丝 这两个螺丝rust 可以拿出來了 然後這裡有一顆固定螺絲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有一顆固定螺絲 然後進去這裡有一顆固定螺絲 裡面這個 裡面這裡有一顆固定螺絲 踩起來之後後面這裡一顆 這時候這個背沫風就快拿動了 要注意一下背沫吧 等一下背沫會卡的到處都是 把這個形成起來 背沫跟中間的桶從這個位置拿出來 要注意背沫管 背沫管要是要處理好 把背沫處理好 不然背沫會離得到處都是 從上面拿出來 從上面拿出來 這個就是背沫管 然後裝回去一樣 就是說 跟剛才一樣 從這個位置放進去 然後固定好兩個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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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掉出来 这里一定要它要比较紧固的 还有这里 然后底下在这里的黑管是在这个吸墨泵底下的 也不要掉出来 要大概检查一下 然后这里是接到那个飞沫管的 接到飞沫瓶的这里要接好 就是要接密封一点 不要让它飞沫从这里渗出来 飞沫放好之后呢 我们把后面那个螺丝像上好 然后就把这块 这块板给它放回去 最好位置然后螺丝上好 上好就快把手架放回去了 轻轻的放 然后装好之后 这里两头各有两个螺丝固定好 然后检查一下这个位置 这些项头你看比如说这个就松出来 把它擦好擦回去 然后这个是翔转的 就是它撞一枪的四周没有东西 没有项路可以挡住它 把飞沫放固定好 这些都是有卡位的 然后把螺丝上好 好